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的产品包含多金太阳能细晶片 多金太阳能细晶钉 薄墨太阳能模组等 绿能的话算是大同集团里面一个算是孙公司 我们上次半导体已经到目前为止已经做了三十几年这种细晶片的经验 以我们的经验走到太阳能其实应该不是那么困难 2004年设定的产能只有25个MW 这六年我们已经成长了到2000个MW 也难得一个产业它在短短五六年之内能够成长那么多倍 其实我们的效率在业界里面算是比较好的 平均来讲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出来只有15.8%效率 那我们现在的话交给客户都已经到达16.7% 16.8% 那这个过程里面很明显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的制程的改善非常重要 我们的客户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卖一片多少钱在卖 那我们的客户把我们的晶片拿去做成电磁片以后 他是用瓦在卖 所以他买到好的晶片他就可以卖到更多的营收 面对中国大陆十二五规划所释放出来的商机利多 绿能科技早在2008年就在山东维方设厂 不过当时市场并不是主要的考量 我们去大陆的原因刚开始的时候 基本上市场面比较不是那么重要考量 那时候煤也很便宜嘛那太阳能量那么高其实真的有兴趣的不多 那大陆市场我们当初去的时候主要是因为降成本 因为我们在生产过程里面有一个耗材叫做碳化硅 现在几乎100%都从大陆生产 现在大陆市场反而是慢慢的在增加 显得新的电磁片场会出来的原因是 有些人也是看好将来这个十二五里面的这个市场是有一定程度存在 为了追求公司的永续经营发展 绿能科技善用集团的垂直整合资源 除了产品本身之外 也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系统设计 后段模组厂设立支援 即客制透明模组等配套服务 以与客户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 这太阳能是世界性的一个市场 以台湾目前的环境来讲 真正真的要把这一个产品消耗其实是非常少 我就觉得大部分几乎99%以上的产品我们还是要外销 其实我们这个产业的产值也是越来越大 增加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我们台湾的半导体的整个infrastructure非常好 各个电子业的和其他传统产业的很多大企业都进入到这个太阳来了 那很明显大企还是看好这个产业的将来性 在缜密的规划下提升产能 提高生产良率 同时努力降低产品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 提升环境保护绩效 绿能科技不仅与客户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也试着为我们的地球多尽一份心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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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